中訓人家的內容是這一季 歡迎收看三件時刻 我是鮮人蓋毅 常見到錯誤的知識比無知更加的恐怖 中訓的流言迷思是很多健身者他們至死至今還深信不疑的謠言 今天想要來跟大家聊大眾對健身體中間上一些根深蒂固的迷思 好那我們今天請來兩位特別來賓地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自由教練 內骨風頭王波波 蓋毅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三個老闆 又指定大家的蔡老師 蓋毅好 大家好 好兩位剛剛講的就是許多民眾到現在還深信不疑中訓的流言迷思 今天我這邊收集了七題 常見的健身與飲食迷思要來幫助大家破除謠言 第一題就是我們時常會聽到尤其是從許多長輩們口中講出的經典名言 你練那麼壯以後老了一定會下垂 蓋毅從這一張圖我們確實可以看到 劍比冠軍出身的阿諾斯瓦辛格 肌肉已不復已亡甚至鬆垮下垂了 於是就有許多與其這樣不如不要練肌肉的聲浪在各地漫移 蓋毅 我問你一個問題 阿諾現在幾歲了 七十一歲 有哪一個七十一歲的高齡男性皮膚沒有下垂的問題 有Dr.Jeffrey Lai從五十九歲的中年大多男健身後變身成肌肉型男 到現在八十歲體態依舊是非常的精實 但他終究皮膚還是下垂了對吧 所以我要說的是導致身體鬆垮下垂的真正圓胸在於 皮膚鬆弛 外加脂肪增加所值 任何人上了年紀都會迎來相同的結果 與年輕時的壯碩沒有關係 接著我們第二個謎是 乳清蛋白是給重訓的人喝的 使用補充品會對我們腎臟造成傷害 儘管我們一直不斷地在導致乳清蛋白是給蛋白質摄取不足的人使用的 如果你本身腎功能健全 使用適量的乳清蛋白或基酸並不會對我們腎臟造成傷害 但還是有非常多人根深蒂固的認為使用高蛋白未來會洗腎 剛才如果每天身邊都有人跟你說 你喝高蛋白會增加聖質球過濾負擔以及蛋白料這類錯誤的觀念 你會不會聽得心裡麻煩的 欸確實會 畢竟我們人類對這種負面的詞彙吸收率總是特別的好 尤其如果你又是一個剛接觸重訓的新手 你一定會想說天啊這是真的嗎 所以說高蛋白椅子真的會對我們的腎臟造成傷害嗎 對於腎臟功能健全的人來說 使用乳清蛋白及基酸並不會傷身 喔所以其實使用乳清蛋白會傷身 只是大家的一個違焉聳聽 事實上只要你腎臟健全的話 使用乳清蛋白及基酸根本不會造成腎臟的敗壞 那你不是本來就知道了 沒有我還是要做點效果嘛 那為何會有使用乳清蛋白傷身的這種說法呢 其實主要是有些研究發現 給予腎病患者進行高蛋白飲食 會加速腎功能惡化 於是高蛋白飲食便開始背負了傷腎的惡靡 簡單來講 原本腎臟功能健全的人 其腎功能減退與食用高蛋白 並沒有直接關聯 但本來的腎功能就異常的人 高蛋白飲食便會使其腎功能加速惡化 所以如果高蛋白飲食會傷腎的話 那也只會出現在原本腎功能就不好的人身上 在這個地表上使用最多蛋白質的那群人莫過於運動員 其中又與健美選手居多 所以照這個比例來看的話 在大院裡面洗腎的是不是幾乎都是練健美的 當然不是 但我這邊還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高蛋白飲食也並非那麼完美安全無語 如果你的腎臟原本就有些問題 或是你有些慢性疾病 那麼在進行高蛋白飲食之前 最好先問過相關醫療專業人士 並做一些血液以及尿液的相關檢驗 再來 女生重訓又太重 重訓動作是給男人練的 不選擇女性朋友會私訓問我 蓋亞這個動作適合女生嗎 深蹲硬舉臥推是不是給男人練的動作 蓋亞從這段文字的這句話 我們看見了一個非常驚人的文字 喔是這句 深蹲硬舉臥推是給男人練的嗎 再上句 呃蓋亞女生適合練這個動作嗎 我指的是這句 有非常多的女性會私訓問我 你根本就沒有女性朋友 你怎麼會有這種迷思 你怎麼會有這種迷思 我們先從女性重訓會到這邊開始 首先帶大家先認識一下 FM9 無脂肪質量指數 這個指數在健身界 還蠻常被用來判斷你目前的肉量 到達什麼階段 然而人類自然健康是有底線的 大家看向這張表格 一位男性FM9 若在23到25就代表肌肉量很高了 不使用精藥幾乎不可能高於27人 而女性除非你有練舞奇才般的遺傳 加上攝取非常多的熱量 同時注意營養均衡 再加上雄性激素 生長激素的禁藥使用 並且還要努力不懈的訓練 不然你根本不可能FM9超過22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幾張 這些幾乎已經是自然健康 極限的女性身材 大家都是練好幾年 然後曬前還要脫水 讓線條更明顯 才能達到如此境界 你們怎麼會認為 隨便練幾個月就會變得太壯呢 所以請你們不要擔心 就算拼命念肌肉 也不會大的那麼誇張的 努力朝自己的理想體態前進吧 運動後進食會變胖 重訓後應該要馬上補充蛋白質嗎 這也是一個蠻常會被提出來的疑問 我這邊來幫大家稍微修改一下 這個問題的正確問法 運動後馬上進食或使用 高蛋白的好處跟壞處是甚麼 現在有些研究提出 進食窗口會在訓練後持續很久 所以就很多人在那邊說 不需要在訓練後馬上進食 一整天均衡的營養才是關鍵 事實上一整天均衡的營養 確實是健身成效的關鍵 運動後即時補充優質營養 會讓減脂效果更好 同時可增加肌肉 因為運動會大量消耗肌肉中的肝糖 運動後的一至三小時之內 肌肉中吸收儲存能源的機制會大量提高 反而脂肪組織合成脂肪的 酵素活性會明顯下降 所以運動後吸收良好 對肌肉來說是真的 對脂肪組織則相反 運動後攝取適當的營養 不但不會罰胖 我們更應該在運動結束後儘速設施 跑步游泳對攔子最有效 是至今許多人生性不移的減肥方式 傳統的低強度的有氧運動 雖然可以燃燒脂肪沒錯 但缺點在於整體效益較差 時間上也會來得比較沒那麼有效率 最重要的是還有可能會讓你寶貴的肌肉流失 蛤?!這麼可怕?! 有研究顯示如果同時搭配重量訓練 不但可以提升燃脂效率 還可以保持肌肉量 雖然低強度游泳運動的效率較差 但確實還是有它的獨特優點 相對來說人體在一段時間內所能承受的重量訓練 與高強度間接訓練有限 但低強度游泳運動基本上想做多少都看了自己 前提是你有足夠的體力與大量的時間 如果你想在一個有效期間內減少大量的脂肪 長時間低強度的有氧仍然是一個選擇 但我在這裡建議大家 有氧跟重訓同步進行 瘦子要練狀先吃胖 脂肪變肌肉 關於這個議題我前陣子已經製作過一集相關議題 跟大家做介紹 你可能誤會了長肌肉這件事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這邊連結進入 簡單來說肌肉不會轉換成脂肪 脂肪也不會變成肌肉 肌肉是變粗並不是變多 你吃胖後只會增加脂肪 肌肉是不會變粗的 所以我們應該同步進行訓練以及飲食 才不會讓你增加太多的脂肪 將來還要花更多的時間來減肥 減脂減重就是要流很多汗 為了逼出汗我每次都在烤箱待20分鐘以上 為什麼一整個月下來 我的體脂體重都沒有下降 首先這邊要先跟大家來理解一個觀念 流汗絕對不等於染指 脂肪並不是靠汗水來排出體外的 引起流汗有很多種方式 其功用是為了散除體熱 也是運動之中散熱的指標 當然運動中排汗確實能夠讓我們的身體 有效的去做新陳代謝 達到排除體內廢物的效果 並且能讓你的心情變得愉悅 然而將流汗作為燃脂的主要指標 我認為是有點本末導致 沒錯 在流汗的同時也會跟著流氏 我們為了維繫身體機能所擁有的水分 因此汗流很多會感到類似很正常的 也會讓很多人不以為這樣的類 已經讓自己燃燒了許多的脂肪 但這其實減脆的重量當中 大部分都只是水分 只要一喝水 立刻就會回到一開始的體重 所以流汗、散熱與心跳提升 對燃脂並沒有最直接的關係 好的那以上就是整理出來的七個 一般民眾普遍存在的縱訓迷思 縱訓玩笑的內部追星 我是CNN的概念 我們下次見 掰掰